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進行的課程是遙控的原理及程式實作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Node NCU要怎麼提供遙控的功能 Node NCU本身它具備Wi-Fi的功能 所以我們先來談一下Wi-Fi 在我們的Wi-Fi的世界裡面 大概可以分成兩種類型 所有的設備可以分成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就是AP 那什麼叫AP呢 AP就是一個提供無線網路的接入點 那是這個整個網路的傳輸就是由AP來提供的 然後第二個角色就STA 那什麼叫STA 就是無線網路裡面的中斷使用者 那也有第三種角色就是它同時兼具AP 然後跟STA的角色 也有這一種 這一種設備 那我們待會在始作的時候我們先從AP找收 就是我們先將Node NCU當作AP 就是整個網路我們都透過 Node NCU本身去架構線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要始作的主題 就是我們一樣從簡單的開始 就是我們可以控制 Node NCU上的LED 那是透過誰去控制它呢 透過我們的手機 所以待會的模式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將 手機當作輸入端 然後Node NCU就負責接收訊息 然後去讓我們的LED燈會亮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邊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部分呢 就是將Node NCU當作一個AP來使用 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就是 將Node NCU當作一個AP來操作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部分呢 就是將Node NCU當作一個AP來使用 然後點選Node NCU的應用程式 好等它開啟完畢之後 一樣我們點選工具 然後按Dubra ESP的一個選項裡面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最大 那首先 好我們進入 Idublog ESP這一個編輯環境之後呢 首先我們要加 Node NCU設置是一個AP 所以我們到ESP這一個 积木區裡面 然後我們挑選第一個卡 一個access point 這一個就是當作我們AP的介入 然後這邊後面會跟著一組 IP 那這一組IP是要幹嘛 就是在我們要操作連線的時候 用網路的瀏覽系列之後 流量 瀏覽的時候 所要登入的ID 就是這一組 那我們可以幫我們的機器 設定一組 那個 唯一的 WiFi 因為等下待會同學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大家要設同一個組 SSID的話 SID就是一個網路名稱 那大家都沒有辦法去 做登入 所以一定要分改大家不一樣 那我取一個 R7 66 那密碼的部分 一定要8 那建議同學就不要更換 就是就一樣 12345678就好 那我們把它登入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做上傳的動作 就拿起我們的 控制板 就拿出我們的控制板 然後把我們的控制板 我們先做接線的動作 我把USB先插進去 然後插線之前記得我們的電源一定要打開 一定要將電源打開的狀態之後才可以插USB 然後先插進去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操作 剛剛的下一個步驟 那我們就可以做上傳的動作 然後按存檔 你用動作出來的動作 好那上傳完畢之後呢接下來就可以看一下我們當連線要確認他連線狀態是不是有完成就可以把序列附這邊把它打開啦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我們的reset在控制器上按一下那個reset然後他會重新跑出一組號那這個就代表我們登錄的這一個AP的名稱 已經成立了就是我們可以設置了一個AP的名稱所以這些Note NC5它已經成為一個AP然後待會你要連線進去這一個板子的時候是192.168.4.5好那接下來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動作就是我們要拿握手機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我們都是用我們的手機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手機要跟他做連線的狀態所以我們點選我們這一個網路那我們挑選我們剛才設定的那個AP 我們設定這是RC66所以我們點選RC6進去 那點進去第一次的時候要求你服務密碼那我們都統一起1 2 3 4 6 7 8然後按確認 確認的時候他就會做連路的動作 然後連路的時候他告訴你已經連接但是他無法瀏覽網路沒有關係的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已經可以跟他做連線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在這個地方啊我們已經確認我們的Note NC5他已經是建立成KMV 然後我們也有看到他的SSID 然後我們也會做連線 所以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我們應該說我們 Polsce的節目 我們在andomervset 我們有的是甚麼事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應該去做了一個事 我們要去做了一個事 然後我們一起做一些事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事 我們會去做一個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控制LED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变起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在操作的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叫Switch 然后来控制它的LED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到我们的 AduGraph 这边 ZoVD PageWeb Edit 然后我们看这Edit里面它有不同的开关 那我们选择先用Switch这一点 那选择这个Switch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控制的脚位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下 我们就直接设定它就好 所以我们把设置数位角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原本的爱移除 然后放进来 那我们要设计的设定的LED呢 它在D4这个脚位 然后我们这里取一个名字 那我们把它取成POWER 就是这个灯 我们给它一个电源开关 然后我们来做上传 好 当我们的程式上传完成一样 我们还是程式上传完成之后啊 然后我们一样点选进去我们的那个WiFi里面 就是AP里面 我们一样点选进我们的AP里面 那注意我们每一次只要充传程式之后啊 它都会断线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重新连接一下AP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浏览页 那我们是用浏览器 那我们是用Ground的浏览器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输入刚才你的账号 跟IP 那我们输入192.168.4 1.1 然后我们就按Enter 然后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刚刚我们设定的那个POWER 那我们把它点这边 它就是关掉的 然后我们再按一次 所以在移动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看到你的灯是亮的 那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我们现在传过去的讯息是0 然后它是亮的 因为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LED灯啊 它是低态动作 所以单为0的时候它才会亮的 那如果你要让它灭的话 灭的话 最后会是1 好 那我们可以顺便讲另外一个观念 假设 假设我们希望刚才的动作是反过来 那怎么办 哦 我们不行 就是你会觉得低态动作的LOG 感觉怪怪的啊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做反向 好 在我们的 ARPUBLOCK里面啊 我们可以做它的数学运算 就是我们把它做一个反向的动作 好 那反向的部分在 哪里 对 对 好 那我们可以 帮它做反向的动作 就是1-0-0-1 那我们在TEST这边会有一个NUT 一个逻辑印象 可以用NUT 好 我们把它放进来 我们待会就可以试试看 我们的讯息是不是会反向 所以我们做一次上传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啊 只要我们每次完成 完成上传这个动作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的 这个 它的AP的 就会跑掉 就会断线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做一次连线 那连线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已经输入过它的密码 所以都不用再传入 再重新更新一次 就是刚才那一个网址 192.168.4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按一次 当它是1的时候 它就会是亮 再按一次 当它是连的时候 它就会灭 所以 这样的反向的这个动作啊 就会改变它是高台动作 或者是低台动作 那在之后的控制 如果需要的话 都可以例如这个过去逆算的方式 去把它做反向的动作 好 所以我们往下看 那完成了我们的灯号的控制之后啊 再跟同学复习一下 我们 这一个网址啊 192.168.4.1 也是固定的 只要我们用AP的方式 连线进Node的MCU 当我们要浏览里面的网页 伺服器的话 它的IP 它的IP 是192.168.4.1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PageWeb Editor里面啊 你会发现它有三种不同的开关 那我们先把slider先放到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有两种 两种叫switch 那switch 刚刚我们也用过了 它就会点显一个 按跟off的状态 而且它会保持 然后另外一个push button 就不一样 push button是按住的时候 它会传逸 如果它 手指离开的时候 会离开 所以这两个的 控制方式 怎么看一样 那同学待会可以 试做一下 把switch 换成push button 那同学练习 好 那我们到 adubrack 这边啊 我们一样把这个移 先放在旁边啊 如果要用的话 就可以 待会可以直接拿下用 如果不要的话 可以放到新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样 用push button 然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 直接复制 放过来 然后做上传的动作 那待会我们来试试看 这两个的差别在旁边 好 一样 上传完成之后 ap就会断线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 重新链接 然后 完成之后 我们回到这边 把刚才的网页再重新更新一次 你会发现 它就换成push button 然后 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按的时候 它灯是灭的 手放开 灯就是亮了 所以它是有按的时候 它才会有动作 放开的时候 它就会呈现另外一个状态 好 那这样的特性呢 待会在做遥控的时候 然后做自走车遥控的时候 它就有特别的有用 那待会我们可以尝试看看 好 那待会同学可以试着做做看 这两者的差别 那试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课程 管你收拾的 那些体型了 对 就像画的一个争拚 那就像画的一样 在那里 装照 你怎么也会要成长 还能对 拿到日子 呢 好,那如果同學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養工作機 我們剛才講過switch還有push button這兩種不同的開關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slider 那slider可以用在舵機的同時上 因為舵機的角度是0-180度 我們用slider的滑桿來做的話 它的效果很不錯,那會有另外的效果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舵機 然後我們在舵機的操作上 各位的手商應該會拿到的是這一顆 SG90 SG90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接線方式 那舵機的接線會有橙色、紅色跟棕色 那比較特別的話可以跟同學說明一下 在這邊的 為什麼我們的舵機的正解 就是它為什麼它的正解要放在中間 它是有理由的 為什麼 因為萬一我把這一個插頭 這個插頭 把舵機的插頭 接反 接反 這意思什麼意思呢 好 那同學已經完成接線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往下 我們把上一個電路我們就一樣保留 我們就把那個AP的這個插頭 這個插頭可以拒絕 然後我們就到PageWeb Add這邊拿 把它的 slider交出來 這slider的話 就是當我們把桿去確認 去進行我們的這一個 舵機的角度 就是它來設置我們舵機的角度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進generic hardware 就進去一面把我們的Servo 交出來 那這個舵機在交出來的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看到兩件事 這腳位不小心沒有動 它一樣是D5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Servo這邊我們給 上次有跟同學講過 它其實有好幾種類型 因為它在船脈波進去的時候 它的寬度的放得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對它做優化的話 然後我們的角度就由slider來決定 然後我們把它放上去 然後我們的舵機角度是0到180度 那 我們可以設置0到180度Enter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把 這一個修改 我們一樣給它打Servo Servo Vo 錯 好 好 那我們進行上傳 好 那上傳完成之後啊 一樣AP它就會斷線 所以我們再拖一次重新的連線 好 那我們開始要操作多機 要提醒各位一下 多機本身它耳外也是比較多的電 所以當我們要操作多機的時候 我們建議同學要用電池盒供電 所以在USB線還沒插入 Node NGU之前 我們都 就要讓用電池盒供電 這樣比較穩定一點 好 那一樣我們點選 因為只要重新上傳之後 WiFi就會短線 AP就會短線 我們重新連線 連完線之後 回到它的頁面 重新做一次更新 然後各個同學就會看到 有一個Servo和Slider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滑動這一個 當你手放開的時候 舵機就會移動 移動到一個角度 手放開 它就會移動 所以就這樣的方式 可以控制一下舵機 那如果我們用連線的方式 去設計舵機的話 舵機的起始狀態 它就會回到0度 所以我們做一次Reset給同學看 或者按完Reset 它重新連線就會滑到這個角度 所以這一個角度就是它的0度 當然它的0度 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舵盤 我們可以把舵盤拿起來 然後調整一下 我在這邊是0度 好 也可以 所以你只要把舵盤拔起來 重新放置 你就可以指定你要的0度的位置在哪邊 當然它有時候因為 那個齒輪的設定沒有做得很好 它只能從我們的軟體再去做校正 不過就以外觀來講 我們可以改變舵盤的放置位置去改 假設我0度要放在在垂直的地方 拔起來 所以我把指紋它是0度 所以就是各位在操作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這個 好 那我們來請同學試著操作看看 好 那我們完成用Slider去控制舵盤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往下看 好 接下來如果我們要用其他的舵盤 比如說NG90 NG995 NG996這些 這些需要比較多的電力的舵盤 那怎麼辦呢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從我們上面的3.35 SG90是3.35其實就有點吃力 所以它電流已經比較容易不穩 所以建議如果你要用NG90 NG995 NG996這些 或其他的舵盤需要比較高的電流的時候 就要另外一個做法 就要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呢 我們要把其中的負責供電的 那我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會講訊號跟 負責另外供電的部分 分開啦 所以我們會把它負責訊號的那一支 黃色的訊號先把它移除 那當然移除的過程 移開來 不能說移除 我們會先把它移開來 然後接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們操作一次給男學看 好 我們來操作一下 那我們拿出我們待會要使用的這個舵盤 那舵盤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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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 這個什麼料理 要注意一下 洛基在轉動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極限的 所以你不要說 看到一個卡住的硬要把它搬過去 那是會造成裡面的卡住 所以不要做這種動作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裡面的電源做移除 不是電源移除 就是把訊號先額外把它拉出來 那拉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這個膠殼 這個膠殼跟裡面的金屬的這一個接觸的地方 其實他們是往後拉的時候 它會被這個小小的塑膠半片給擋住 所以我待會用我們的美工刀的尖端 插入他們的空隙之間 只要微微的翹起來 微微的翹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輕輕的就可以把這個訊號先往外拉 因為它拉出來的時候 它這一個銅片的一邊 不會被是一個塑膠駝片擋住 所以它就可以輕鬆拉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找另外一個 杜邦線的膠殼 把它採移除之後 再把它裝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要本來供電 就是正極跟負極 就不用原來的3.32的這個部分去供電 那我們這一個Node NCU的把它驅動板 它大概只剩兩個地方可以做供電 這邊有V-IN的這邊 可以看一下V-IN-G 然後這裡有一個V-IN-G 我們只能用這兩個街角去做供電 所以我們記得 像我現在是電源是衣服的 開關是沒有裝上去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用V-IN的地方去做供電 然後訊號端這邊一樣我們把它接在D5 我就看我們待會要把這個杜邦線 我們待會要把這個墮雞的這個線 接在哪一個地方 好 好 那同學可以動手操作一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 我们用Slide控制舵机啊 那我们也可以怎样呢 因为之前有跟同学讲过啊 舵机在转动的时候 万一它的目标角度的位置被卡住了 它转不过去 它转不过去会怎样 比如说我要60度 可是我转到50度的时候我就转不过去 那怎么办 它就卡住 它卡住的时候就可能会烧了 所以我们避免这样的情境发生啊 有时候会不会用Slide 我们会用按钮的方式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夾置器 就做一个夾置加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怎样呢 我们就用按钮的方式啊 就用Switch或Bush button都可以 如果我们把它的开合角度设定好之后 开一开几度合几度 它就不可能会有过头的情况啊 这样的操作方式 其实在做夾置器 或者在做那个 取声吸头的时候 还蛮常做这个工作 因为用Slide的话 可能不小心滑错脚 它可能就会造成过去的上路 那我们同学可以练习一下这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重新进行做一次连线 那 先完成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因为我们已经改成 那个Switch 所以我们 转动的角度 它就只会有两种角度的转动 那确保我们舵机在操作的时候 比较安全 好 好 好 乖 我 想优账 我 好 那 我 拿 我 我 好,那... 操作完之後呢 我們再提醒同學一下 你在使用 舵機在使用那個slider的控制的時候 就發展控制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起始狀態 為什麼 或者是push button 都是一樣的 或者是switch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只要用這些元件 它的起始角度就是0度 所以我們在設置的時候 如果你的機構在運動的時候 它的最低角度 建議各位同學就要設為0度 就在0度的時候 它不會被卡住 那否則的話 萬一它一起動 然後你還在一起登入系統 然後去調整它的角度的話 在這個階段裡面電流一直增加 就造成騷擾 所以建議各位 接下來在操作舵機的時候 就要把0度當作整個系統 所以一開始起始的角度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練習完舵機的控制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馬達的控制 那我們看一下馬達控制的接線方式 那請願先這樣接線 然後還是提醒同學 使用舵機或者是馬達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電池和供電 不可以用USD供電 這個習慣一定要養著 好 那完成接線之後呢 我們要往下看 那接下來我們先使用 這個範圍是0到1023 但是各位同學 待會在操作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 差不多0到400的地方的時候 馬達是轉不起來的 馬達是轉不起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 它有時候會發出一個高頻的聲音 那代表供電部署無法啟動 因為電壓的幅度太小 所以如果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避免掉這一個部分 就是不要有卡住它有聲響 有聲響的地方長時間 長時間維持的話 這個馬達會造成循斷 所以待會在練習Slide這一個 馬達控訴的時候 請同學要注意 好 我們將程式做上傳的動作 那程式在上傳的時候 跟同學復習一下 它上傳的資訊會呈現在這邊 然後盤子 或連接的POL都會在這邊 如果在操作過程有問題的話 可以確認這兩個地方 訊息是否正常 好 上傳完成之後 我們一樣登入AP 然後我們重新刷新一下 這個控制頁面 然後我們給它 我們已經刷新一次 我們就看到它變成一個Slide的 馬達的 控制方式 所以我們會滑動這一個 當你滑動到一定角度放手的時候 馬達就會按照你所設定的速度 給它進行轉動 好 當你的轉速越高 聲音就越 聽起來就越快 好 在這邊 那你就應該在這很低的地方 你就會提到一個低頻的聲音 因為它轉不起來 所以請你要注意一下 千萬不要有這一種高頻的聲響 根本不是低頻 它是一個高頻的聲響 所以這裡要注意一下 好 好 那把它滑到最後面它就會停止 當它在0的狀態的時候 它就沒有動力 它就會停止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讓同學練習看看 那如果練習完的話 我們就可以接著往下進行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的下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現在都可以控制我們要那麼 馬達 貨機 跟LED燈 然後接下來我們下一個步驟 我們也可以把訊息傳回來手機 那這個動作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接下來如果我們在做自走車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感測器 紅外線感測器 滑到手機 那我們就可以不用再用連線到電腦 這樣比較方便 那同樣的超音波感測器 也可以透過這樣WiFi的防止 像訊息傳回來手機 我們就可以監看 為什麼我們程式寫 寫下去的時候 車子的移動狀態 沒有我們一起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將紅外線感測器的獨子房 為我們的手機 我們可以進行風機 我們今天有甚麼事 我們要 corner 去你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到這武器 做的地方 我們看到的一段時間 我們每次都可以尋找的 電腦 然後我們可以尋找的人 做的人 我們可以尋找做的 我們從沒十分 我們可以尋找的 一個小朋友 我們也可以尋找人 我們可以尋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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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下一页我们就请同学按照这样的接线方式进行接线 那接线的时候订阅要无疑处 好 那同学接完线的时候啊 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筑写我们这个程式 那我们可以把三个步骤不要的东西 先把它放回系统后头 那它一样用PageWebEdit里面把讯息交出来 那现在我们要做Display的动作 就把它做呈现了 那我们呈现的话 可以给它Display 好 那我们开始 来进行这个部分 我们要PageWebEdit 我们可以打成找一个 然后Display 马路的这一个InitPage 好 那我们这里可以给它旋转型 打一个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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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然后把我们的接角 那我们代表要读取的角位是 部位角 D6 然后它不能连接 因为形状不同 要从通讯里面把它转接角 那好了之后 我们再确认一下 我们的角位是错的 因为我们是把它接在D6的角位上 那我们来进行上传 好 上传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一样连线进来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的手套过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同步得到 红外线感测器的固执 有障碍无灵 手换开的时候它会 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好 我们用这样的连线方式去传递感测器的讯息 那我们可以用手机去观察这样的直选 好 那我们刚才讲完AP的连线方式之后 我们现在改成用STA 那STA 那STA就是我跟Node NCUR 我们会同在一个网域 所以它会登录 我们会登录同一台AP 或者同一个网域 那写的方式其实还蛮简单 那很容易 就是在下面这边 原本是ConfigAP的方式 我们现在要改成Config Station 方式去做进行 那当然这教室的Wi-Fi品质 要比较好的地方 可能这样操作 那我们这里来做一下设定 设定方式其实编更不多 那我们实际来操作一次给同学看 我们就把这个Config拿掉 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一个Config Station 这里把它放进去 然后连线 然后把你们的学校的AP 给它打上去 然后密码 然后Enter 打上去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做上传的动作 那以为它的连线啊 它就会自动登录 比如学校或者是你所处的AP的环境 它的转 那个 就是当做一个Station 来做连线 那我们操作一次给同学看 那完毕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选它的Curemonic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样的状态 然后 它没有它登录的讯息 那如果当它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只要旅适点 先安置 让整个系统重置 它会把它整个登录的情况 告诉你 那你可以看到它登录我们的SAP 然后密码 那不是密码 那是IP的部分 你指定在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浏览器 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KIN进去 192.168.200.188 Enter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肚子 所以当你的手靠过去的时候 你的红外线感测器 就会得到不一样的肚子 这就是AP的方法 所以同样的 你也可以用你的电脑 去浏览 就不一定要用手机 用这种方式的话也是可以 那你也可以用手机 用电脑 就看你的操作方式 那我现在是用电脑方式 去可以做它 做连线的动作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 我们先来对自走车的基本练习 我们要练习 让我们的手机可以遥控自走车 让它做一种奔平的动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流程 那我们就用push button 或switch的选择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我们台湾上 直接用push button 就用switch的选择 push button 如果触就是我们有按下去的 我们就让车子做前进的动作 然后也就是在这一个区块 就然后自己这里 那如果你没有按下去就是push push push的话我们就只有停止 然后停止的时候啊 我们就不需要加方向 因为停止的时候是没有方向性的 好 那我们先试着把这些程式key in进去 然后上传到车子上 好 那我们就完成上传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操作它 那我们一样连线进去p92.168.4.1 那我们是用push button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先按 然后按的时候 诶 车子竟然在旋转 为什么会旋转 就是因为 我们刚才下的两个都是high 它的方向就是下high的话 我们看应该是要五千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其中一轮的方向是错的 所以待会我们要做调整 马达在设定的时候啊 我们都是程式写完之后 像程式写一写 然后上传到我们node 人寫入里面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再来确认 我们马达接线是否正常 所以如果按照刚才来看的话 我们右轮是对的 那左轮是错的 那我们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我们刚才写的程式 我们的预想 各位同学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就是左轮是1 右轮是2 所以我们的马达A是左轮 马达B是右轮 这样在写程式的时候 按照这样的习惯去写它 会比较好写一点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就是 如果是马达A就是左轮 马达B就是右轮 好 那我们来修改它一下 那线要对调的时候 应该电影要关掉 那我们来试一次 左轮是错的 确定一下左边的轮子 可以看里面的接线 颜色对不对 我们的左轮在这边 它是咖啡色跟红色 所以咖啡色跟红色的话 是左轮是马达A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反过 那各位同学也可以稍微 检查自己的车子是否正确 然后我们把它旋开来 然后在转螺式的时候注意一下 一定要用手指头 其中一只 食指的部分 把那个 螺式旗子稍微往下压 然后一定要选择正确的 适当的螺式旗子 因为 这个如果你选错的话 很容易造成 螺式的凤痒 然后我们来重新开启 然后让它做重新的连线 连线完成 连线完成 然后一下 咦 连线装 连线装 好 连完之后 密码戳 我们重新注入 12345 678 连线 那好了之后啊 重刷一次页面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 如果正常来讲 它就可以往前放 就是正确的 它的方向已经正确了 好 好 那写完这个层次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跟同学 再复习一下 副层次的概念 我们刚才在层次 在书写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用刚才这样 直接就写的话 其实层次看起来 会比较乱一点 而且不直观 因为这一个 四个指定放进来 你要想一下 它是嗨 它是肉 所以它写起来不是不直观 所以我们可以用下一个 就是用副层次的方式 它的优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简化 你的版面 那些版面 看起来比较清爽一点 而且第二个 我们可以用特定的 那个 字典 拿去行使 去描述 这一个副层次 所以它比较直观 比如说我们用木本 这代表它是前进 那stop 就是它 那比较方便 那第二个优点 就是它可以重复使用 假设别的地方需要同样的指定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 引用过去就好 那可以加快我们的程式的书写 然后也会让我们的程式 不会看得那么繁杂 好 那我们还是来做修整 这一个 好 那我们开始 我们需要 副程式在控制里面 然后我们往下滑 你会看到副程式 还有对应 我们把它抓出来 那我们需要做两个 所以我们好 一次 两个 然后第一个就是前进 前进我们就用木本来代替 nove 然后它的对应这边也是nove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原本负责前进 把它放在这边拿 然后把它对应的这个放回原来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这边也是一样 把它放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就stop 就是把它停止sdod 然后这对应也是一样 sdod enter 然后你就可以看这个程式 看起来就会比较简单 你会比较容易理解它 那阅读起来会比较快一点 那一样我们把程式做上传 那同学练习一下这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已经实作完成 刚才前进跟停止的程式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朝着去控制 车子的前后准备 但是 建议同学 一次不要嫌太复杂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再加上一个后退的工具 前进后退还有停止这个工具 一次不要加太多变数据 左转跟右转 直观来讲觉得它没有什么 不过就是第一个你花很多时间 等一下你的版面 要做调整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做 等各位比较熟悉之后 可以每个地方都比较熟悉之后 都会容易点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流程 那我们刚才的前进之后 我们要加一个后退的按 那在后退按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哪一个是对的 都一样有两个按 按说一个按 这边也有一个按 那这两个程式啊 到底是哪一个是对还是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行 假设 如果是这一个 当我们读取状态 按钮按下去之后啊 前进就按了 然后 往这个方向移动 然后再往下 往下之后呢 车子开始前进 那你不可能同时按两个按钮 另外一按呢 一定会停止 一定会没有按下的情况 它就走动 这边 这样走回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个有按 另外一个没按 它会有两个指令 第一个是前进的指令 第二个是停止的指令 请问 那到底要前进还是停止 所以在这里这个动作 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错误 这个地方是错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是 右边这个才是正确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这个 它的走法是怎样子的 好 我们一样读取一个状态 好 它有前进的按钮 按下去了 所以它直接这样 走完 它不会有刚才停止的问题 那如果第二个按钮有按 这个按下 第二个按钮 就是后退之后 它就有走第二行 好 然后从这边这样走 那如果都没有按呢 No No 然后直接从停止 这样走回来 对不对 所以 这一个才是正确的 待会我们试得行 这一个是正确的 那才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一页 那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给各位的翻例 好 这是 好 这是我们的参考程式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是这样 会有if 然后heals 然后就是否则执行这边查到这边 而不是直接就到下面 这样会是有问题 然后因为我们是用 已经有副程式的写板 那看起来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好 那请同学练习操作一下 好 那 如果同学都已经写好之后啊 我们就把程式上传 然后上传说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的程式是否是正确 把USB线的话 直直往后拔就好了 不要用力左右摇晃 然后造成USB线的损化 好 那好了之后 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回到这边来 刷新一下页面 那已经出现两个按键了 所以前进 放手 后退 放手 就可以有一个前进 跟后退的指令 那代表是正确 好 那如果这个部分 同学 可以练习一下 看有什么问题 那练习完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按 那你会前进 可以后退之后 接下来我们同学 可以试着做什么 做这一个 更复杂的 前进 后退 左右 跟停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刚才一样 它一样是潮湿回旋的写法 潮湿一幅的走法 不是潮湿回旋 我做错 潮湿一幅的走法 好 那一样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流程品 是长这个样子 跟刚才是一样 是一次类亏而已 然后这是它的程式 那我建议同学 可以用 副程式的写法 这边看起来会比较清爽 比较容易 好 那同学练习一下 这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按照刚才的流程图 我们把程式码拿好之后 那我们这里多加了这一行 那这一行要做什么呢 那这一行就是 我们待会 可以控制一个动力速度 因为我们车子开始做前进 左右 后退的话 程式有些地方 我们先要做更细腻的转速控制的时候 就可以再加一个slider给它 然后这个slider 就可以用在这一边 动力的输出 动力的输出 那这里也可以试着说 比如说我要左转跟右转 我不喜欢那么坏 你也可以用在转弯的时候 速度给它做降低的部分 那这一个部分 待会同学可以试 再加一个slider 这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来做上传的动作 把这个程式码书写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上传 好 那 程式上传完成之后 然后我们就一样登陆这一个网址 然后刷新一下夜密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你按前左右 它都不会动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不会动 因为我们没给它动力速度 所以我的松力可以给它说调整 画面 把它固定住 那你也可以把 那个手机的画面 转成横的来看也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到前前 放手 OK 然后右转 左转 那你要快一点 就 你把slider的 那个 指数弄高一点 然后用低一点 就可以做一个细腻的围转 就可以这样去做进行控制的部分 不过 这样的画面呢 有些同学会觉得 它跟我们传统用的那种 的做法不一样 所以在操作上会比较 不习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教各位下一个指名 做栏位的调整 好 那我们等一下继续往下看 好 那同学可以试的操作版本 我今天打了一个看不见 你有没有没有 在这边 有点 有机会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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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过 有点 都是小名的 剛才這個是上一個層次的控制畫面 在這個層次控制畫面的時候 同學們都會覺得操作起來有一點怪怪 那怎麼辦呢?那我們就要教各位下一個指令 就是我們要微調一下手機的畫面 那在這一個 Node的Adublock 在這個Adublock裡面 它其實在控制手機畫面的指令很少 也沒有很多 那我們盡可能來做應用 那從前當然也可以 學會基本的部分之後 再想一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那它有兩個機目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 好它只有兩個 畫面控制機目 就 Space Account 那我們可以控制它的欄位的寬度 所以它這邊標註50代表寬度是50 然後Light Break 就是我們可以做斷 那空間稍微隔開 不會按到提示 我們大概只有這兩個可以做 所以我們剛才試做了一下 Must 試做了一個 我們用兩個 兩位去做排練 當然同學可以試試看這兩個的差別 我們可以把上一次我們 一次就跟上次跟同學講的一樣 說五次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就不要用太多 用簡單一點 我們把前後的那個拿出來試試看 那是 好那我們來看看 同學可以試著看看 一樣用Space Counter 這個來做設定 一樣設定50 但是我們在做這個 if else的這個程式區塊 放置的方式不同 這是第1種方法 這是第2種方法 它產生的畫面會有什麼差別 那同學可以試試看 好那我們來看第1種畫面它會是這樣子 如果這兩個 都同時包在一個Space 同一個 的話 它會 兩個是連續拍起來 都會把它當作同一欄來看 那如果是第2種 它會長這個樣子 那就是 獨立起來 然後它會連排 就是這一個 第1個區塊跟第2個區塊是相連 所以 同學如果這種概念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往下 去思考 我們怎麼做 這一個畫面的控制 那我們大概把它試做一下 重新設計的畫面 那同學也可以試著 照自己的做法試一次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這個做法的話 看一下 我們把那個控制畫面改成 比較習慣的這種方法 前進後退 然後左右中間 這樣比較直觀 比較容易 適用 那可是 在這個畫面上 你可以再加上段 寂寞 讓它 看起來畫面會更難控制 這個 各位同學可以待會可以試試看 那接下來 我們的程式結構 就沒辦法用草勢 那種結構方式 因為我們必須要把按鍵一個一個獨立開來 所以為了因為這樣的改變 我們的程式的數學方式 就要隨的更改 那我們改變的方式是這樣子 當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延續 那個指令 執行 50微秒 然後執行 50微秒之後呢 我會執行一個停車的命令 那 可是如果你連續按鈕的話 這個停車的命令 其實在很 短暫的時間之間 它其實沒有對 車輛真的是 停止的動作 所以真實的意義是 當我手一開的時候 它執行好這一行 它還是會完整的執行 50微秒的時間 但是它就會停止 這為了解決我們要改變 原來的草勢 秘符的那種寫法 就用這樣的結構去寫 好所以那程式嘛 我們大概就會分成這樣 就畫一畫這樣就書寫 那各位同學可以試著參考看看 然後自己 練習前看看這個程式 然後操作起來 如果在 期間啊 發生 有覺得不習慣的 能夠試著把之前交過的 融會 然後再試試看看 有沒有更好的寫法 好 當我們把最後的這個程式 灌進去之後啊 那我們還做最後的練習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我們 一定要記得把我們的動力指 打開啊 它才會動作 那往前 往後 那當你手離開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動作就會做站 那我們如果我們要 做小幅度的左轉的話 你只要稍微按一下 把它離開 按一下 然後右邊也是一樣 然後停止 萬一整個動作有問題的話 我們停止鍵還可以按 然後按著 然後再來 然後再按 放手 OK 停止 那你要快一點的話就可以再把他的動力的這個調整變大一點 他轉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快一點 OK 好 那我們就演 示範到這裡 再按照